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钙是人体必须的常量元素之一 它在维持骨骼健康、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体内缺乏钙元素,可能会导致以下一些问题 1. 骨骼健康问题 钙是构成骨骼主要成分,缺乏钙元素可能导致骨质疏松、骨折等问题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2. 神经肌肉问题 钙参与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 缺乏钙可能会引起肌肉筋囊、抽搐、神经紧张等问题 3. 心血管问题 一些研究表明,低钙水平与高血压等心血管有关 4. 健康问题 钙与免疫系统功能、消化系统功能方面有关 缺乏钙会影响这些系统正常功能 所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老人、孩子 每天都需要补充钙 中医讲,要补不如食补 食疗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更加的有益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比牛奶补钙还要神奇的补钙汤 这道汤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它的补钙功效非常好 经常煮来喝,就能够帮助我们补足钙量 我们首先准备适量的裙带菜 裙带菜需要提前泡发5分钟 裙带菜是一种美味的植物 其实,它和海带类似 说起裙带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被称为是长寿菜 美容菜 它的钙含量很高 每100克干燥裙带菜中含钙量为1040毫克 牛奶为100毫克 足足是牛奶的10倍 可以说是解决钙不足的优良食品 同时裙带菜的热量非常低 想要管理身材的人也可以经常吃裙带菜 裙带菜富含上食纤维、高营养 还能够增强饱腹感 裙带菜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氨基酸、荷藻酸等等的营养物质 有预防、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 以及甲状腺肿大、老年痴呆症等等 裙带菜泡发后 我们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然后稍微切断一点 这样更方便吃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新鲜的西红柿 西红柿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西红柿它是一种对健康非常有益的食物 西红柿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含有钾、叶酸等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对身体的正常功能和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西红柿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剂 西红柿中的抗氧化剂 如类黄酮和番茄红素 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制有机的损害 西红柿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和肠道健康 西红柿中各种维生素含量 比苹果、梨都要高散两至四倍 而且还含有维生素鲁丁 它可以提高我们集体氧化能力 消除制有机、本体内的垃圾 保持血管弹性 有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西红柿我们先给它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用开水烫上五分钟左右 这样就很容易去除西红柿皮了 西红柿皮可去可不去 如果怕影响口感的话 去除西红柿皮孩子会更爱吃 去皮后我们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翻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鲜香菇 先把它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香菇它是一种常见的营养菌菇类 它有着独特的香气 很多人都喜欢吃它 口感好滑嫩 另外它还有一些对身体健康 非常有益的营养物质 香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上食纤维等 其中香菇的维生素D含量特别高 而且维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收 香菇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 如鲜、铜 这些对身体正常功能能起到正常的作用 香菇还有着植物皇后的美誉 研究显示 香菇中的维生素D含量比大豆还要高20倍 比海带高8倍 有助于人体、钙的吸收 能够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 能够增强骨骼的钙吸收 也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孩子长身高的时候吃 另外,香菇含有香菇多糖 不仅能够增强人体的好细胞 帮助提高免疫力 还能够抑制病毒细胞的生长、繁殖 而对于癌细胞 能产生干药素 辅助断解其营养和能量 使癌细胞饿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经常的吃一些香菇 不管是鲜香菇还是干香菇 效果都一样 香菇清洗干净 把它切成香菇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虾皮 虾皮是一种常见的食物 它含有一定量的钙 蛋白质、宽物质和微量元素 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 能使其成为一种潜在的补钙食品 还含有一些能够促进钙吸收的磷 人们吃虾皮后 能把它含有的钙尽快吸收和促进牙齿和骨骼的发育 青少年经常适量吃虾皮的话 能够促进身体发育 中老年人适当的吃虾皮 能够预防骨质疏松 增强体质 提高人体健康水平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或者是植物油 在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煎至一面金黄给它放个面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再把虾皮给它倒进来 煎出虾香味 把鸡蛋和虾皮都稍微的煎一下 等一下煮出来的汤更加的浓郁 好喝 接下来再把西红柿也倒进来 用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西红柿汁稍微炒出来一些 接着再把香菇丁也倒进来 接下来再加入开水 然后就开大火 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指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煮了10分钟左右 我们再把裙带菜加进来 大家注意裙带菜一定要最后加入 不宜久煮 大约3-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久煮会破坏它的营养物质 调味我们只需要加入少许 食用盐简单调味 这道汤味道非常的鲜 而且用到的食材也很简单 特别适合减肥人群 和一些中老年朋友 正在长身高的小朋友 特别适合吃 因为它含钙量高 营养丰富 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